中国拥有众多壮丽的瀑布 以下是中国的十大最美瀑布 黄国树瀑布 位于贵州省安顺市 是亚洲最大的瀑布之一 水流宛如一幅绚丽的绘画 黄国树瀑布 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的黄国树景区 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一 以下是对黄国树瀑布的形容和描述 瀑布特点 黄国树瀑布是一个宏伟瀑布群 包括18个瀑布 是一个气势磅礴 雄伟壮观的自然奇观 最著名的瀑布之一是主瀑布 高达77.8米 宽101米 气势如虹 水流湍急 自然风光 瀑布周边被翠绿的山林环绕 形成了一片原始而宁静的自然景区 激流涌泄而下 水花飞溅 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 四季变化 在不同的季节 黄国树瀑布呈现出不同的风情 春季 瀑布两侧的山区百花争艳 夏季 水流湍急 瀑布迎风飞舞 秋季 周围山叶摇曳生姿 冬季 结冰的瀑布宛如仙境 观景台 游客可以从不同的观景台 欣赏到瀑布的不同角度 近距离感受水流的倾泻和水花的倾心 旅游体验 游客可严重精心修建的步道漫步 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景区内还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和文化表演 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旅游体验 总的来说 黄果树瀑布以其壮观的瀑布群 原始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旅游体验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访 九寨沟瀑布四川省九寨沟风景区内有众多瀑布 如珍珠滩瀑布 睡美人瀑布 结合了彩林和湖泊的美景 九寨沟瀑布 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风景区 是九寨沟景区内众多瀑布中的一部分 以下是对九寨沟瀑布的形容和描述 多瀑共舞 九寨沟瀑布区域内拥有多个瀑布 各具特色 其中 珍珠滩瀑布 芙蓉瀑布 水帘瀑布等是比较知名的 这些瀑布在山间树木的映衬下 宛如一幅幅瑰丽的画卷 水流飘洒 宛如仙境 珍珠滩瀑布 珍珠滩瀑布是九寨沟最著名的瀑布之一 瀑布呈现出如珍珠般的水珠飞溅 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 瀑布水流清澈见底 通常被视为九寨沟的象征之一 芙蓉瀑布 芙蓉瀑布是九寨沟瀑布区域的另一景点 瀑布高度较大 水流跌宕而下 如同一朵绽放的芙蓉花 古得名 水帘瀑布 水帘瀑布以其独特的形态而闻名 水流如水帘花瓣一般 静静地落下 构成一派优雅的风景 四季景观 九寨沟瀑布四季景观各异 春季 瀑布两旁的树木花草静相开放 夏季 水流湍急 清新凉爽 秋季 山叶变得五颜六色 与瀑布交相灰映 冬季 结冰的瀑布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文化意义 九寨沟自然风光与藏族文化相结合 瀑布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是藏地神话传说中的仙女转世之地 总的来说 九寨沟瀑布以其多样的瀑布景观 清新的山水风光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自然暗号者和旅游者们心持神往的圣地 庐山三叠泉 江西省庐山上的三座瀑布依次成叠加状 构成了壮观的瀑布群 庐山三叠泉 是中国江西省庐山景区内的一组著名瀑布 也是庐山主要的景点之一 以下是对庐山三叠泉的形容和描述 独特景观三叠泉是庐山景区最具代表性的瀑布之一 其独特之处在于三道瀑布自不同方向高处 湍湍而下相互交错会合 形成一幅独特壮丽的景象 每一道瀑布都有其独特的名称 包括长飞瀑布 九龙瀑布和中葵瀑布 长飞瀑布 长飞瀑布是三叠泉中的一道 其水流从高处奔流而下 如千里长飞 声势极为震撼 这是整组瀑布中最具气势的一道 也是最引人入胜之处 九龙瀑布 九龙瀑布呈现出蜿蜒如龙的姿态 瀑布缓缓地蜿蜒而下 宛如九条巨龙在山间盘旋 形成一种奇幻的意象 中葵瀑布 中葵瀑布得名于中国传说中的神奇中葵 其瀑布形状独特 如同中葵的神戎 因而得名 这是整组瀑布中的一个特殊景点 为整体增色不少 四季变幻 三叠泉 四季景观各异 春季 瀑布两旁的树木花草 镜香开放 绿树分成 夏季 水流湍急 清凉宜人 秋季 山叶变色 色彩缤纷 冬季 瀑布结冰 呈现出冰雪奇景 文学异议 三叠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被誉为庐山三绝之一 与庐山淮谷和庐山烟雨并列 成为文人雅士默克频繁描绘的灵感源泉 总的来说 庐山三叠泉 以其独特的地理景观 瀑布的气势和丰富的文学背景 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文学爱好者前来欣赏这份自然与文学相容的美景 白龙潭瀑布 位于云南省相隔里拉 瀑布高大而优雅 周边山巒环绕 风景如画 白龙潭瀑布是中国广西桂林市龙盛瑶族自治县境内的一处著名瀑布 是龙盛地区风景名胜之一 以下是对白龙潭瀑布的形容和描述 自然奇观 白龙潭瀑布是一个宏伟的自然奇观 由于瀑布水流湍急 气势磅礴 形成了壮观的瀑布景象 水流自高处湍湍而下 如同白色的瀑布隆越而下 古得名白龙潭 龙盛风光 这处瀑布位于龙盛瑶族自治县 周围被峡谷和青山环绕 形成了一片清幽而宁静的自然风光 游客来到这里 不仅可以欣赏到瀑布的壮丽 还能感受到周边山水的迷人之处 多变景色 白龙潭瀑布 四季景色各异 春季 山花绽放 瀑布两旁的植被生机盎然 夏季 清新的瀑布水花渐起 为游客带来凉爽感受 秋季 树木叶片变色 山谷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秋景 冬季 可能会见到冰冻的瀑布 呈现出冰雪的奇妙景象 生态环境 瀑布周边的环境生态丰富 拥有原始的山水景观 吸引了众多自然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探访 游客可以在这片自然环境中漫步 感受大自然的宏伟和奇妙 文化意义 白龙潭瀑布也可能在当地拥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例如可能与当地的传说或历史故事相关联 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探索乐趣 总的来说 白龙潭瀑布以其壮观的瀑布景象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 成为龙盛瑶族自治县一个令人向往的旅游圣地 罗平九龙瀑布群 位于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罗平县 是一个壮丽而神秘的自然景点 以下是对罗平九龙瀑布群的描述 瀑布景观 罗平九龙瀑布群包括众多的瀑布 从高处涌泉而下 水流湍急 气势磅礴 每个瀑布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景观 有些如龙盘身 有些如白玉垂帘 构成了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 这些瀑布从山巅奔流而下 形成瀑布群 为整个地区增色不少 山水相应 罗平地势多山 瀑布群位于山区 与周围的山巒 绿树交相灰映 瀑布湍急的水流在山间流淌 及其水花四溅 与青山翠树相应城去 构成了一片山水交融的美丽画卷 文化底蕴 罗平九龙瀑布群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汇聚 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地居民对这片土地有着丰富的神话和传说 瀑布群中的每个瀑布都有其独特的名称和故事 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生态环境 罗平县地处高原 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 在瀑布群附近 你可以感受到清新的空气 欣赏到原始的自然风光 这里也是探索自然和徒步旅行的好去处 旅游体验 前来罗平九龙瀑布群 游客可以沿住游步道 欣赏瀑布风光 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同时 当地也提供了一些观景台和休闲区 让游客可以放松身心 尽情欣赏这片自然的奇迹 总的来说 罗平九龙瀑布群 以其壮丽的瀑布景观 山水相应的美丽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成为中国云南省一个引人入圣的旅游圣地 云峰水帘 四川省九龙县的云峰山上 瀑布宛如水帘垂下 煞是优美 云峰水帘 位于中国云南省大力白族自治州的云峰梯田景区 是一处迷人的自然景点 以下是对云峰水帘的描述 独特地理特征 云峰水帘得名于其特殊的地理形态 这里是一片梯田区域 梯田的水流形成了如帘为一样的景观 水帘飘垂 宛如仙境一般 这种地理奇观是当地梯田景区的一大特色 梯田景观 云峰梯田是世界著名的梯田景区之一 而云峰水帘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点 梯田层层叠叠 沿着山势地刺而上 形成了壮丽的梯田风光 水帘在梯田间飘动 如湿如画 水系网络 这片梯田地区拥有发达的水系网络 巧妙的水力工程使得水源能够有效地滋润整个梯田区域 水帘就是由这样的水系形成 将梯田连接成一幅水彩化 农耕文化 云峰梯田地区反映了中国古老的农耕文化 当地农民世代耕种 将梯田打造成如今的壮观景观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色 还能感受到农耕文化的深厚底蕴 生态环境 梯田区域不仅是农业劳作的场所 也是丰富的生态系统 各种植被和动植物在这片地区繁衍生息 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生态爱好者和摄影师 旅游体验 游客来到云峰水帘 可以漫步于梯田之间 欣赏到水帘的优美景色 同时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此外 当地也提供了观景台和一些文化活动 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总的来说 云峰水帘以其梯田景观 独特的水帘奇观和深厚的文化抵御 成为云南省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旅游圣地 丹峡山瀑布 广西桂林的丹峡山区域内有众多瀑布 水流穿越奇特的丹峡地貌 形成独特景观 丹峡山瀑布 位于中国湖南省衡阳市的丹峡山风景区 是这一区域内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自然景点 以下是对丹峡山瀑布的描述 地理位置 丹峡山瀑布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丹峡山风景区 该区域以其独特的丹峡地貌而闻名 吸引众多游客和自然爱好者 独特地质奇观 丹峡山区域拥有丰富的丹峡地貌 由于长时间的分化和侵蚀作用 形成了陡峡的山崖和奇特的岩石 瀑布往往从这些陡峡的山壁上涌现而下 呈现出壮观的景象 瀑布特征 丹峡山瀑布可能拥有不同高度和形状 取决于具体的地理条件 一些瀑布可能是高悬的丝带状流水 而另一些则可能是宏伟的垂直跌水 自然生态 除了令人惊叹的瀑布 丹峡山区域还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游客在欣赏瀑布的同时 还可以感受到这片区域独特的植被和动植物 游客体验 一游客可以通过步道或观景台 欣赏丹峡山瀑布的美景 同时沉浸在自然的静谧中 一些地区可能提供额外的游乐设施 增加游客的互动和乐趣 文化背景 丹峡山区域可能还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可能与当地的传说或历史事件相关联 为游客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总的来说 丹峡山瀑布以其独特的地质奇观 丰富的自然生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成为湖南省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自然圣地 玉带瀑布 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一部分 瀑布高约260米 水流宛如一条玉带垂下 悠然而美丽 玉带瀑布 位于中国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 是这一区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自然景点 以下是对玉带瀑布的描述 地理位置 玉带瀑布坐落于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这一区域以其独特的石柱地貌而闻名 吸引了众多游客和自然爱好者 石柱地貌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石柱地貌 是玉带瀑布的背景之一 这些垂直耸立的石柱被誉为地球上最高 最密集的石柱群之一 形成了壮观的自然器官 瀑布特征 玉带瀑布可能在陡峭的山壁上涌现而下 形成如同一条玉带般的水流 其独特的形状和清澈的湖泊 使其成为这一区域的一大亮点 自然生态 除了瀑布本身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还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包括各种植物和动物 游客在前往瀑布的过程中 可以欣赏到这片区域独特的生态系统 游客体验 游客可以通过指定的观景台 霍布道欣赏玉带瀑布的美景 同时还能感受到周围山脉和石柱的宏伟 一些地区可能提供船游湖泊或其他活动 增添游客的乐趣 文化历史 张家界一代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可能与当地的传说 宗教或历史事件相关联 这些文化元素为游客提供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 总的来说 欲待瀑布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 壮观的自然奇观和多样的生态资源 成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 湖口瀑布 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上 是中国第二大瀑布 水流气势磅礴 湖口瀑布 位于中国山西省和陕西省交界处的黄河上 是中国境内最大的瀑布之一 也是世界著名的大瀑布之一 以下是对湖口瀑布的描述 地理位置 湖口瀑布 位于中国山西省和陕西省交界的黄河上游 地处黄土高原 是黄河流经的一个地势较为陡峭的区域 规模壮观 湖口瀑布是黄河上最大的瀑布 瀑布的总宽度达到了100多米 落差高达30米左右 形成了横跟千米的壮阔景观 其水流湍急 气势磅礴 给人带来极大的震撼 四季变幻 湖口瀑布 四季景色各异 春季 溶雪期间 水量达到高峰 瀑布水势汹涌 夏季 清新的空气中 弥漫着水气 瀑布周围常见彩虹 秋季 落影缤纷 与瀑布交相辉映 冬季 结冰的瀑布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观景台和游船 游客可以通过设置在两岸的观景台 远观瀑布的壮阔景象 同时 还可以搭乘游船 从水面近距离欣赏瀑布 感受黄河之巨大和湖口之雄旗 生态环境 湖口瀑布周边地区生态丰富 山川相依 植被茂盛 这片区域也是一些候鸟的栖息地 吸引着自然爱好者和官鸟者 文化历史 湖口瀑布一带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 与中国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事件相关 这些文化元素为游客提供了更深入了解当地历史的机会 总的来说 湖口瀑布以其壮观的气势 刺激变幻的美丽和丰富的生态环境 成为中国一个令人难忘的自然奇观 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到来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 位于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新汇区 是一处以瀑布为主题的自然风景区 以下是对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的形容和描述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拥有众多瀑布 它们优雅地垂旋于青山翠骨之间 构成了一幅符如诗如画的画卷 这片风景区地势变化丰富 山川起伏 每一处瀑布都有其独特的形态和特色 其中的一些瀑布可能如丝般轻柔 柔情似水 潺潺流淌 而另一些则可能奔腾直下 声势磅礴 显得雄浑有力 瀑布之间的青山翠骨 古树参天与湍急的河流交向辉映 构成了一幅符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 在风景区内设有各种游览步道 游客可以漫步其中 感受大自然的静谧和生机 瀑布群周边的植被丰富 不仅有原始森林 还有各种野生动植物 使得这里成为生态探险者的天堂 在春夏之际 瀑布群周边的花草静香盛开 彩蝶翩翩飞舞 而秋冬之际 红叶满山 树木在阳光下闪烁着金黄色彩 景色如湿如画 总的来说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 以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吸引着游客 成为喜爱大自然的人们探访的理想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